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紧急任务 总司令 让我们把沈阳故宫文物运到日本 这个任务交给你了 我们刚刚截获了一份线报 这两天 日军要从沈阳故宫 偷运一批国宝去日本 咱们要抢在他们 把东西运出中国之前 咱们给它拦下 我怀疑 这会不会是松本次郎的轨迹 虽然这个情报 是从日本间谍网截取回来的 但虚实难测 所以我想这样派一队人马 去沈阳调查一下 如果消息属实 咱们去大部队 把咱们的文武抢回来 团长 你有什么人选 严肖 这次任务我想用你车 可以吗 那好 我和志敏他们先回沈阳 先摸清楚状况 大部队再来接应 我认为这么做活 会比较温度 这次行动 由你全权领导 我和定伯他们 留在基地 我肚子饿 怎么还不开饭 吧 肚子饿 先去约定的地方集合吧 走 小鬼怎么不把沈阳皇宫都搬他们家去 太可恶了 我们这个过庆皇帝啊 他眼巴巴地把我们的国宝都送给日本人 他以为有了日本人这座大靠山 以后就可以稳稳当当地坐在他龙椅上了 那怎么办呢 那不是便宜小鬼子了吗 我们必须要阻止他们的 在这儿看 我估计日本人会利用火车来运送国宝 你们看 这条红线就是从司令部到火车站的沿途线 那我们就在沿途埋伏起来 对了 田校 你对沈阳附近比较熟悉 你认为我们应该埋伏在哪 那个松本 轨迹多端 身边还有一个刘刚 我担心会不会有炸呀 知名说得非常好 刘刚太了解我们了 所以呢 真正的国宝 不一定是从南满铁路运出来的 这可能是一个陷阱 那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必须要查清楚 小麦子 好 少定生 你以为在基地呢 老大 我跟台湾出去晃晃 对啊 说不定还能有消息回来 那好 你们小心点 中国人的好东西真的不少啊 可惜他们不懂得保护 现在这些宝物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了 这次行动不允许有什么闪失 知道吗 对了 运送路线 你安排好了吗 一切都已经安排头大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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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经有了 我们已经有了 厉害的警察 我们已经有了 厉害的警察 我们已经有了 厉害的警察 你们俩确定了 非常确定 非常确定 我觉得这消息不太可靠 头儿 这什么意思呀 这可能是松本散布的假消息 对 从沈阳到大连 走路路也比较方便 那 我们就在路路拦截 那也可能是他们声东击西 故意让我们在路路拦截 而实际上 却走得难满铁路 所以我们兵分两路 两边拦截 确保万无一事 可如果这样的话 咱们的兵力可就分散了 自家说 你马上联络凤城基地 让他们多派点人手过来 明白 这场仗 我们要速展速决 好 志明 志明 自强 小台湾 你们三个跟着卡车 有什么发现 跟电台联系 故等大部队来一起行动吗 时间紧迫 来不及了 好 出发 老大 那我们咋办呢 等你 你 狗狮这鬼子 果然被你猜对 都是你独的坏事 这对护送的日军 人怎么这么少啊 在没有确定之前 一定要小心应对 人没笑 这回你会上当 不见 人生 坏了 我们好像跟丢了 刚才那辆车 车灯是好的 可这辆车灯是坏的 果然是 刚刚一定是转弯的时候 他们给掉包了 是吧 小鬼真叫我 怎么办 快去 站 抢东西 走 快上 都埋伏了 快上 快 让他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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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这消息是假的 咱们冲出去吧 冲我咋冲了 老大 煩你这儿 你们先撤 我眼睛 老大 那是我们家红姐呀 是 这儿 他 他 还吗 你 有 我 就 这儿 把舌头 把舌头想起来 我偏要救你 走 别过了 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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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来 水了 咱们去救人 好 段哲贵 段哲贵 走 怎么 回过头了 没有 可是我觉得好奇怪 刚才我和刘刚离那么近 他完全可以一枪爆了我的头 可是他却一枪打掉我头部上了 想着好像放了我一马 我看你是想多了 刘刚心狠手辣 没想到是这样的一个局来骗我 还好段掌柜突然插上这一杠子 不然的话重击的就是我们 有可能吧 他怎么办 先带回叽叽再说吧 怎么说 我们跟他也是相识一场 为了配合天狼一号完成任务 山本 辛苦你了 大佐 我觉得 他和杨天啸的关系 好的我都觉得 他不知道现在站的是哪一边 你也说 杨天啸实在太厉害了 他一定为了要获取杨天啸的信任 才这样做 我相信藤原 他绝对不会令我失望的 但我现在很难确定他 是不是已经辩解了 同学 他不灵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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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不能找到您说的母本 我这个破解密码 有了突破 哦 我从中里两个 山东版本的三国志里 同一句话秩序的差别里面 发现了一个规律 用不了很长时间 我就会解决这个密码的秘密 三国志 太好了 辛苦了教授 不客气不客气 爸 田晓哥他们回来了 我先去一下 好的 田晓 他们姐又怎么办 把他们先带到队里休息休息 好 大家跟我来 拜拜 来 好 这是我的朋友段掌柜 怎么回事 他受了伤 帮我 少文 致命 先送到医务室去 送我来 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偷运国宝呢 是松本设的一个圈套 他希望我们中计 可是我们还没出手的时候呢 段掌柜 他就已经冲了埋伏 还受了伤 当时我看见了 我们不能见死不咎 好 那就先留下来 团长 我有个想法 什么想法 目前我们正是需要用人的时候 如果说乔家班的人 可以加入我们 那真是如虎掂野 那我们义勇军的队伍 会更加强大 这个人可靠吗 应该可靠 想法不错 只是 他们愿意留下的吗 他的工作 我去做 好 小儿 你们家那么多只鸡 你还差这一只啊 再说我 我就是说 是不是 我不是说不还 等到我打鬼子了 我送你 送你十罐 日本罐的 比你这鸡值钱多了 你干啥呢 没啥呀 我 卖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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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忘了咱们义勇军的军纪啊 不可以向老百姓吃东西 你这就是明知故犯 咋的 我又没偷 我也不抢 我就是贱 是不是 我现在又没钱 我有钱 我还上人家 你以为你是 团长的闺女 我就得 啥都得听你的 你这种人 就是狗改不了吃屎 贼性难改 自己偷也就算了 还把那贼婆娘带到游泳局 真给我爸丢脸 啥玩儿 我听你这话了 这么闹心呢我 我就没见过你 你这么难缠的女人 你知道吗 我不是 送你我女人俩不为你 为她的一个像仙女 一个就跟母叶叉 你 你 你骂谁母叶叉的你 谁听骂谁呗 青龙哥 送他 少跟我套近我 你们什么人 快放开我 知不知道我爸是一勇军团长 孙长安 孙长安 她是团长的女儿 哎呀 看来我今天套了一只大肥羊 今天我可转定 青龙哥你们不能把他带走 给我打 停 还记得我说的话吗 见一次打一次 不过今天我先放过你 带我去见你家狗主人 我要跟他有鬼交易要做 干什么的 都给我把眼睛扔开了 看看谁在我手上 去 把孙长安给我叫来 你们还站着干什么 快去叫我爸过来呀 我们进去 医生 伤口已经处理好了 但是他暂时不能做剧烈动作 否则伤口随时会裂开 谢谢医生 邓红颜 医生说你没事了 梁天秀 这次算是我欠你的 不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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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大哥 你出事了 我把你家房定的时候 让我去 放下 要放下 我放下 在你练着 一 坐下 你到我家 那你把我放下 我放下 那ισ� 让你抢下 我放下 我放下 我看你是误会了 你们段掌柜受伤了 在这里疗伤了 我们并没有伤害他 你赶紧把晓雯放了 王八蛋 我们救了你的人 你还要跟娘仇报 你赶快把人放了 不然我抓着你 把你大鞋把挂 你信不信啊 别碰 那你就过来试试 救命 救命 你千万别乱来啊 要不这样 我们叫段掌柜出来 给你解释 就算你说的话是真的 我们乔家班 也不能白来一趟 给我一辆车 和十万大洋 我就把人给放了 你是坏人还当土匪啊 我告诉你啊 你 你要现在 不把人给放了 我扒了你皮抽了你 把你们全打得疯狂 别放了 那你就过来 是 爸 救我啊 兄弟啊 兄弟 我没那么多钱给你 我要有那么多钱 我也得拿来打鬼子 我给你十弹粮食 咱交个朋友 真要动起手来 都没啥好处 行不 十弹粮食 你当打负要饭的呢 难道你就不估计 你给你女儿庆名吗 放你的枪 你要这样 要杀要挂就有你 小温 要怪 就怪爸爸 你和你姐 都不一个生的孙家 爸 爸 你真的不管我了吗 李大哥 快救我呀 齐龙 要敢伤害小温的半个厨房 到天涯海角眼会放了你 你以为你杀了人 你能离开这儿啊 把人背起来 来啊 住手 不 不要 乌 人呐 乌 这真是啥误会 顷永军救了咱们掌柜的 你可不能了我闪将丑暴啊 你可不用闹牛闭嘴 放开 你把枪放下 小雯 团长 对不起了 我这就把我的兄弟带走 段总归 你身上有伤 不宜走动 要不就养好伤之后 再做打算吧 可是我的兄弟们 你放心吧 有团长在 有我在 你的兄弟 没人敢伤他们一根头发 段总归 天下说得对 咱们都是抗日的队伍 应该同仇敌开不分你我 要好上菜走吧 姐 自从我当了英勇军之后 就精盆洗手了 为了这只鸡 我可是从头就业的 所以您得多喝点 补补身吧 一口一个红结 一口一口红结 你这嘴可真甜哪 掌柜的 你可别听他的 哪天我把你给卖了 行了吧你 一点趁芝麻烂骨子的事 提起来没完呢 掌柜的 我有个事要跟你商量 你说 就掌柜走了几个月了 他的仇我们一直没有报 现在我们混在他们中间 可以找个机会 把杨天小杀了 姐 不是说好暂时不找杨大哥 报仇了吗 我跟掌柜的说话 什么时候轮到你插嘴了 行了啊 大同龄中前的遗言 你都忘了吧 我再跟你重复一遍 中国人不杀中国人 你是听不懂中国话呀 你还是想跟我作对呢 可是 没有可是 这事要不要再听了 段掌柜 团长来看您了 想跟您谈点事 和团长一块来 是什么大事了 有话直说 看来段掌柜确实是爽快 那我也就开门见识了 我希望 咱们乔家班 留下来 和我们一起打跪赞 凭什么 参加义勇军受你们管制 到了战场上给你们当炮灰 我们能有什么 连个他妈的屁都落不着 段掌柜 乔家班的人 个个身怀绝己 目前团长呢 又是用人之机 您大人有大量 忘记以前的个人恩怨 加入义勇军 我们一起抗日 姐 加入义勇军吧 在我们义勇军里 有得吃有得住 我还能照顾您 段掌柜 来吧 他他他他 上菜是还言巧语的 不就是想骗我们 乔家班给你卖命吗 段掌柜 我杨天孝 绝对不是这样的人 我是真心实意的 段掌柜 对 挺好的 语言 什么 有吧 我ое众 送你做的 我还能捅得 你呢 我真心外接 不许多 又是 你来了 我 他不许多 你许多 睸多 这个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太好了 教授 你来了 教授 我是请您参加我们的庆祝会的 我看庆祝会 我就不参加了 教授 我认为您应该出去透透气 散散心 说不定呢 对解码工作 会有帮助 今天晚上 真的不行啊 我破解密码 现在惊讶关头 你看 我建战队 中文三国军 还有 日文三国军 此后文字 一旦这些文字组合强攻 破解密码 那是绝对没问题的 哦 那 那我就不打扰了 好好好 刘涛 到 打起精神 提高警惕 是 一旦这门 刘涛 八叫 defense 打架 打架 搬上咱们义勇军的振服 贼精神 搞好看了 好看 咱们现在 就热烈欢迎乔家班 段掌柜他们 加入义勇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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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 各位请准备来 来 来 今天啊 我打蜥蜴蜴的高兴 咱们义勇军有多力之胜利军 从今天开始 咱们就是兄弟姐妹 是一家人 咱们只有一个共同的敌人 那就是小日本 咱们为保卫家园 干杯 干 干 干 来 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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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乔家班虽不是英雄好汉 可也算是姜胡儿 从现在开始 我们就是一大家人了 出来混义子当头 如果我们有做得不妥的地方 大家尽管指出来 如果我的兄弟犯了错 我一定言成 绝不请饶 干了 好 段展规 咱们以后那就不分彼此 就是一家人 咱们在团长的代理下 合目相处 团结一心 争取建立一支 更强大的抗日队伍 大家说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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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展规 凯良 怎么了 小麦子 我不能喝酒 你刚才喝着啊 我刚刚喝的是水啊 你怎么滑透了 你是男人吗 我 我 你听我说呀 你听我说呀 我答应了门口的兄弟们 给他们送吃的 这我喝多了不合适啊 你就听我的了 我走了我走了 走了 我说张队长 是什么样的人 都能进我们义勇军啊 这部队 现在可真成了草台班子了 我回来了 张队长 罗队长 来 兄弟我敬你们一杯 青龙哥 这儿子我老看咱们不睡啊 你值一事 马上收拾 给脸不要脸 谈刘长 咱们兄弟和 我提醒你一句 知人知面不知心 还是要提防点 团长 大家伙今儿都在这儿 我有点不放心基地的安全 我出去看看 好 团长 我也去 快去 快去 杨天笑 你今天可不能去 今天这么好的日子 咱们得喝一杯 真的 行了 涛儿 你就在这儿陪她喝吧 看来你今天跑不了了 坐下喝吧 好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快点为我敬你 他们在那儿吃手喝酒 他们在这儿爱恶熟 兄弟们 你们看看 我给你们带了什么好东西啊 这这个 这太好了 太好了 这还吃 这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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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给我一个 再给我一个 妈真香 兄弟们 你们看一看 还有酒呢 小开玩笑 太好了 不放眼 干什么呢你们 别抢 别抢 当指时间 谁让你们喝酒的 就这么一点点 不碍事 再说了 咱哥几个呢 可是在酒缸里进大的 就这么点酒啊 不够咱哥几个处口呢 谁都不说的 是 是是是是 智明姐 你就让他们喝一点了 他们真的很辛苦 对呀 咱们四五个爷们 就喝这一坛酒 保证不误事 是 是 真的 好吧 那就少喝一点 喝完了以后 给我好好的执勤 哎呀 你就放心吧 就是喝了这酒啊 也绝不会让一只苍蝇 飞进来 来 一定啊 进一碗 行了 我不喝 你们都给我少喝点啊 我还评罗呢 自闭姐爸 走啊 来来来 天笑 你说咱俩也算是 不打不相识了吧 我觉得你小子 真是挺有种 你说这世上啊 能跟我叫本的人 还这么没几个 来 不再进了 不 又喝 刚才都喝了好几碗了 还真想不到啊 段队贵 你的酒量真不错 是因为你救了我的命 这杯酒你必须喝 真不行 喝不下了 不是 男人不能说不行 来 喂 我给你倒上啊 冷防 骂为远 沈阳 输阳 许业 你叫我喝酒吧 什么小文 我没听见 你什么 你要学喝酒啊 嗯 你别逗了 你女孩子你学什么喝酒啊 实在 不行 我就要学 你看看 他们喝得多高兴啊 哎呀 你快教我吧 你快教我啊 真要学啊 嗯 咋这么倒霉呢 偏偏抓酒 抓到我来借呗 怎么了 这么松懈 这个时候敌人要是打进来了 我们怎么办 少吃一口肉 少喝一点酒怎么了 全基地几百口人的安全 就靠我们了 这个时候 稍有些疏忽大意 你们谁负得起责任 这酒一定得喝 不过不是现在 等你们当完了班 职完了勤 我请你们吃个痛快 好 好了 打起精神来 我们义勇军啊 就该有义勇军的样 吃 我们再喝一杯 这样喝不懂啊 有那么好吃吗 不是 兄弟们 你们说什么呢 这么开心啊 老吃的 我给你们两个带了韭菜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啊 真的假的啊 给我来一口 慢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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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好吃 还有酒的 居然还有酒 太够意思了啊 真够意思了 来来来来来来 小台湾 如果再来两根大葱 就更晚吧 大葱 对啊 有啊 我到书房给你们弄过来啊 赶紧赶紧呢 快去吧 快去吧 我去去了啊 快快 小台湾 你可真好啊 借下啊 你们起来 醒醒 小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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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破解了 你是谁 你什么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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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嘛 明星 醒醒 你们快醒醒啊 不是 一大事 我揪出来 一定把这个杀害大田教授的凶手 揪出来 团长 这是我从凶手那里 找到的半张名单 你收好 田晓 田晓 团长 是我失职 你发好吧 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 去 我这件事情查清楚 团长 我把刀是值班的守卫叫过来了 快 你们跟大家说说情况 刚才 小台湾送来饭菜和酒 我们就喝了一点点就醉了 对 我就喝了一点就醉了 下去吧 是 是 我就是看见那些站岗的人 他们一个个都醉倒了 担心出点什么事 所以我就去了大田教授的房间 刚到那儿 就看见有一个人 从教授的房间里跑了出来 你看清楚没有 没有 他穿得跟我们一样的衣服 脸上还蒙着黑布 我是追他追到这里的 可是刚一进屋 他就不见了踪影 我就看见你们全部都醉倒了 对了 还在地上捡到了这个 再之后 我就看见小台湾 拿了半张纸进来 小台湾 张 你怎么解释 他 他 他 老大 我刚跟那几个守卫 送完饭菜以后 我就又去了趟厨房 我看见那几个 厨子都醉倒了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就到门口看了看 我一到门口一看 那大田教授门口几个守卫 也醉倒了 我就赶紧冲进去了 我看见那个人杀了大田教授 开始烧名单 你看清楚没有 老大 我看清楚了 我 我 我跟志明姐一样 看见那人戴了头套 我当时什么都没有想 我上去就把名单抢过来了 我心里会抢啊 我抢了一半 要不然就 就烧没了 我当时心里特别害怕 我很慌 我就看见大田教授 躺在那里 一动不动的 我就用手摸摸他 他死了 这你死了 我赶紧到大田教授里面报告 到了大田以后 我就看见志明姐了 事情经过 就是这样子的吗 大田 你们是怎么罪倒的 就是他 是他把饭菜送过来 大家吃了点菜 九十克了两口 然后斗罪倒了 就算了 那就行 不要诶 我来讲 别想问我 我可以 好 他最后 就算不上 太好了 摆哗 留给你 不 她 让我 小串 就不一样 大田 这里 帅 这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